那我们今天吃一个稍微偏一点点的地方 吃个越南菜 就是越南的深春卷 欢迎收看Titan的世界Kitchen 我是邱永 夏天还是适合吃一些酸酸辣辣 开胃的东西嘛 那我们今天吃个越南菜 最经典的这个料理 就是越南的深春卷 越南深春卷说实在 其实它有分两种皮 有的是像春卷皮的这种皮 那有的就是用米纸去榨的皮 那我们今天就用米纸来做一个深春卷 一个榨春卷 那我们最刚开始 我们先来煮我们的米线 米线大约泡10到15分钟之后 水烧滚就放下来煮 所以他们的春卷里面都会泡米线 对 这样子其实吃起来比较有饱足感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当然你可以加米粉也可以啊 大概煮个8到10分钟 因为刚泡了没有很久 好 那我们现在放上一些油 我们来炒一些猪脚肉 今天其实我们的深春卷跟我们的榨春卷 它的材料都差不多 只差一点点 那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比较方便 记得这个地方要把它炒熟喔 因为等一下你是要吃生料的 好 差不多熟 我们就加上一点点鱼露 来做调味 好 这时候我们加上一点点蒜碎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关火了 让它拌一拌就好了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做下一个动作啦 现在我们来处理虾子 深春卷的料 全部都要是熟的 因为包完之后我们就要直接吃 炸春卷的料要全部都是生的 因为在这里面生的的话 你今天炸过以后 第一个硕形比较好硕形 第二个你炸过之后 它的这些食材不会过熟 所以你看像虾 我们就准备了 生的虾 熟的虾 一样把它给拍扁 那它这样子的话 跟绞肉一起结合 香气的话 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 这边我们就把炸春卷的料 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好 这时候我们把猪绞肉加进来 九层塔丝 红萝卜碎 洋葱碎 跟我们的香菜 然后我们加上一些白胡椒 调味我们就用鱼露就可以了 把它给抓匀 好 我们终于可以来包啦 这个米籽 我们把它给泡一下水 两面稍微沾一下就好了 它很快就软了 不要太软的时候 把它给开始放料 生菜 红萝卜小黄瓜 我们的米线 然后加上一些绞肉 九层塔 然后我们的香菜叶 然后我们的虾子 被子放 这样子切开才会朝上 来 现在是炸春卷 我们包上的是生料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放进来炸了 那炸的时候 其实你的温度不要太高 大概从120度开始 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升高 这样子炸会比较漂亮 好 那现在我们来做它的酱汁了 香菜碎 香菜碎如果你不加也没关系啦 那我们这边是辣椒碎 蒜碎 这个很重要 鱼露 柠檬汁 跟饮用水 如果你个人喜欢味道很重的话 你就 水就不要加了 然后最后加一点点糖来调味 那我们就盛盘啦 做完了来帮大家试吃一下 嗯 嗯 我只能说 就是这个味道 酸酸辣辣非常的开胃 里面有一些蔬菜的脆感 然后它后面你会咬到 猪脚肉跟虾子 那最后虾子的甜 会慢慢的释放出来 那我们再来吃看看 熟的 我觉得熟的 就不要沾酱了 然后它本身就有味道 对 里面的香气 这些猪脚肉的口感 跟虾子融合在一起 然后跟蔬菜 非常非常的平衡 那我们泰腾的 塞凯克菌 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今天的话 我们把料分成两种 一边会全部弄成熟的 一边会弄成生的 去包馅料下去炸 那炸的时候 其实你的温度不要太高 那生的部分 尽量不要太软的时候 开始放料 所以你要稍微记得 这几个步骤